印尼中央统计局资料显示 大约有1000万年轻人无业 正规部门缺乏对年轻人毕业生的吸纳 被认为是影响印尼经济稳定的定时炸弹 印尼财政部长副部长苏哈哈尔西 对年轻一代无业的影响表示担忧 因为这将有可能扰乱国家的财政收入 他认为年轻一代的就业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购买力 苏哈西尔也强调了社区在工作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性 这有助于提高购买力 此外他还要求政府继续监测劳动力吸收的发展情况 此前印尼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印尼有990万年轻人没有就业 导致年轻人进入这群体的原因有很多种 包括绝望 残疾 缺乏交通 教育 经济条件限制和家庭义务等 这就表明有一支潜在的劳动力队伍没有被充分利用 劳工部长伊达就印尼年轻一代无业率高发表了看法称 无业率主要是由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造成的 他们在从学校或大学毕业后正在寻找工作 此外伊达还表示 由于教育和培训与市场的需求不匹配 许多年轻人无法工作 而高中和职业学校毕业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